大家好,我是Dan 在成员们向所属公司提告之后 7月7号,所属公司也对指控为幕后黑手的音乐制作人安森也 以挪用公款伪造文件等提出了控告 这个风波恐怕还要很长时间才会告一段落 而最近5050成员们的近况曝光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报道,成员们目前都非常沮丧 特别是商标群问题是成员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成员们向所属公司提告的6月19号 成员们的父母亲注册了60多个有关5050成员们一鸣的商标圈 成员们表示,他们并不知情 这是父母们在未与成员们商量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且成员们明确对记者表示 金金公司现在强调花了80亿韩币 其中60亿花在了成员们身上 他们只是想知道这些钱都是如何使用的 公司,列席室,宿舍房租 两张专辑制作,抖音广告,伙食歌唱舞蹈,英文培训 现在马上想够的也有这么多 然后,根据韩国一位作曲家YouTuber表示 一般情况下,金金公司老板与歌手的地位会比作曲家高 所以作曲家是不会公开支持或者是批评金金公司老板以及歌手 但是现在只有两张专辑 不是在韩国而是在美国打进Bilbo的排行 创下K-pop史上前所未有大纪录的他们 竟然也做到了最短时间垮台的纪录 甚至还让作曲家们公开支持经纪公司的老板 然后最糟糕的事情是 通常有歌手引起争议重新回归的时候 作曲家们也会提供歌曲 但是现在因为事情实在是太可恶 所以韩国大部分的作曲家们都表示 绝对不会给他们歌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成员们是未成年的话就不知道了 还说什么是父母们偷偷去做的 流泪是因为没想到事情会变这么糟糕吧 大众们一般会因缘相对来说是弱者的歌手 现在大众们都转身了 就表示真的完蛋了 出道200多天就提高代表想要出去 咳咳咳 爬比的音缘歌曲很好听 应该会大发 也能让他们成为代表K-pop的女团 自己踢掉了自己的福气 拜托做一个跟Produce 101一样的节目 选拔5050第二期吧 一定会大发 不过应该会很困难吧 确实是很困难 不过现在已经发生了电影办的背叛事件 所以也有可能发生跟D一样的结尾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K-pop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A-PURY 29位LA-BOOM 28位PINK FANTASY 27位K-POLO 26位I-CHA 26位W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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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3位I-CHA 22位 巫王 22位 意大利 소녀 20位 切尼 블랙 19位 Apink 18位 ドリームキャッチャー 17位 ビリー 16位 ステイシー 15位 宇宙소녀 14位 プロミスナイ 13位 ハイキー 12位 エンミックス 11位 ママモ 10位 レッドレイド 9位 村上シー 8位 オーマイゴー 7位 トワイス 6位 セラピー 5位 アイブ 4位 エスパー 3位 ブレッピンク 2位 エスパー 2位 エスパー 7月份 女团排行一位是ニュージェンス 最多关键词是 8位 新秘外 一这是均催寻 1位 撒ILL